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迷的部分我只喜欢你们 今天在台中你们都是我的 引人注意的是 姑姑唱道说一声晚安 由于该首歌曲 与患有失之症的妈妈和歌迷们 都有特别的意义 当下她跟唱道哽咽 随后也感性说到 疫情的时候自己刚好被隔离 她每天都会发晚安文 当时有位歌迷准备要结婚 其实自己很想去 看到歌迷们坐一桌 还录了很可爱的仙洞 那时候自己也很努力 录了一小段祝福给对方 表示自己有感受到你们的喜悦 也希望每一刻 你们都能感受到我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